你好 你好 我想问他 你能不能把话筒放在嘴巴近一点 我想问自身 问看本人为什么做东西这么不顺利 你的子孙 不是自身 你的子孙 你的子孙是吧 你记忆年数什么呢 你记忆年数狗的 哎呦又是个脾气倔得不得了的女人 你脾气很倔啊 有有改了很多了 哎 现在不像以前啦 年纪大了 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改 你呀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管啦 呱呱呱呱嘴巴不停的讲啦 没办法啊 爸爸爸爸人不舒服我要我要不当啊 哎呀 出狗的是吧 是 帮你看看身体还是看什么 我想看看身体还有我的事业 为什么做的好像很不顺 越老就是好像也做不到东西出来 嗯 你的生意不大 小生意 嗯 赚了 赚的钱不多的 而且你的钱留不住 你赚来就没了 赚来就没了 因为我赚了全部都是帮了人家 帮了之后就没有人还了 嗯 看见了啦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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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啊 还有吗 也听我一句话啦 自己当心啦 你自己台场看到你打过胎啊 有个小孩子在你身上啊 啊 啊 有不知道是流产还是打胎的孩子啊 你自己要当心啊 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我不管你啊 那就是要 承认不承认我不管你啊 是 你要不承认晚上我就叫他来看你 你相信不相信 你讲得出来当然是 是有有有有 有了就给他念小黄子念条 念九章就可以了 九章 好不好 你记住啊 你跟爸爸妈妈的缘分啊 比较薄啊 哎 明白吗 你是笑而不顺啊 哎 明白了吗 那那我想问问看我自身为什么好像整 几十年来就被痛吗 你想想看你身上有一个小鬼在 你能不痛吗 你想想看他不离开你 他整天动你 你能不痛吗 台长为什么跑上来就说你身上有一个灵性啊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谢谢 好 要记住从此以后嘴巴不要乱讲人家 你这个狗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脖子这里颈椎都不好 嗯 明白了吗 你有一个肩膀特别酸痛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当心你的外面肝也不好 肝也不好 肝也不好 哎 你现在很累 每天早上经常就是爬不起来 实际上你这个地方肝区经常会有点痛的 嗯 你台长看你 对 对 台长看你这个肝已经有脂肪肝了 明白了吗 你可以去查 医生说你会有脂肪肝的 因为看你这个肝的肝区边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颜色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脂肪 明白了吗 你自己要当心 好 而且你的命很硬 虽然你什么都不顺 但是你很坚强 一直很努力的在活着 而且不怕苦 不怕累 对不对啊 我呢 其他不想多给你几句话 我希望你能够多念心经 因为你曾经照过口验 你最早是一点不相信的 有人来跟你说菩萨的事情 你曾经讲过坏话 所以这个就是你现在的报应 所以你的生意就不会很好 明白了吗 还记得起来吗 有人来劝你幸福什么的 他说我不相信 我就自己这么做做 半代活就可以了 啊 搞什么什么东西了 告诉大家有没有啊 很久以前 我告诉你什么叫报应啊 过去种的因 现在得的果 什么叫报应呢 报应就是过去的事情 做了 现在才有 你想想看 很多人台长可以看出来肺癌 为什么不好啊 因为他的癌症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是过去抽烟 他现在不抽烟了 他过去抽的 所以他现在的肺才不好 并不是说你现在不抽了 你的肺就好了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谢谢院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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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